接近冰點的低溫 此際寒冬送暖來得及時 好 謝謝 你好 新年快樂 好好好 快樂快樂 滿滿物資 吃得用的裝滿車 踏實在心頭 衣服 盤子 油 這些都很適用的東西 但對我們這個也就是 就是有東西很激動 說不上 然後對我們的幫助也很大嘛 就說要換一口感恩心 把米兩包 志工胡杰專挑斑米的體力活作 這趟來可是先和生下金孫的女兒告假 小孩多大呢 一天 還可能生娃娃這個日子 跟我們東領法方有抵觸 就是說無論如何 就生娃娃那天 哪怕是就是當天生 我一定要參加這個東領法方 因為上任首歌 要把人文 通過自身 親身體會 把帶給老百姓 帶給這個眾生 讓他們親身感到 我們這種手去的溫暖 對於走不出門的 無論山高路遠 志工輕鬆物資趣 大米和食用油的供應商 也跟著發放 跟著家房 跟著感受 在這個地方 大概是將近要0度的溫度 每一家都有暖暖的 這個煤炭在烤火 那麼看到他們臉上 這個感謝的這個笑容的時候 說真的 就是說我們能感受到 慈激的溫暖 自帶溫度的這群人 曬曬陰暖角落 唯光 唯溫帶來些許不同 帶新聞 王洪 葉平 四川報導